老天爷 你选错人 应该没有人不想当皇帝吧 而眼前的男人做皇帝做的就异性蓝山 也许感觉到自己说错话了 不慎摔倒在地 没想到在大雨的冲启下 皇帝看到了一只熟悉的手露了出来 惊慌失色 不敢相信太后会被埋伏于此 皇帝拼命地挖 却越来越没了力气 接着皇帝爬上树 想从高处呼救回宫 不料根本就没有力气支撑摔了下来 就在这时楚楚出现 皇帝让楚楚带她回宫 皇帝 幸亏你找到朕 再过两个时辰 朕便会支持不住 皇帝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 没想到楚楚却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原来皇帝之所以没有力气 就是当日萧涛在蛮尸处撒了毒粉 更表示太后就是自己杀的 你这个贱人 居然杀母后 知道真相的皇帝恨不得杀了楚楚 可谓事已晚 楚楚更是叫出萧涛在气气皇帝 我们已经在一起很久了 这么大片绿叶让皇帝喘不气 后悔一直以来没有听灵云的 可奈何现在已经任人鱼肉 楚楚更是坦言当日患子的真相 表示小黑子继位后 大宋的江山就会落入他和萧涛的手中 皇帝越听越来气 撑着最后一口气要和楚楚拼命 但也只能被戏耍 嘿嘿嘿 再来半个时辰 你便会全身瘫痪 到时候 你就是一个废人吗 两人更是计划好了一切 等小黑子登基之后就除掉皇帝 果然 皇帝被带回宫后 就四肢瘫痪 连话也不会说了 太医表示皇帝可能是中了毒 却被楚楚赤腿 小黑子感觉不对 带众人离去 只见皇帝向小黑子眨了眨眼睛 似乎有话要说 你是不是有话想跟我说 皇帝再次眨眼确认 随即小黑子拿出纸张让皇帝认字 直到哪个字就让皇帝眨眼确认 那么开始了 根据皇帝的眨眼指示 小黑子得知皇太后被杀埋是后花园 果然在后花园发现了线索 于是小黑子继续让皇帝指认谁是凶手 很快再次根据皇帝的眨眼提示 确认了是楚楚和萧桃所为 小黑子也予以了证实 父王说的没错 母后和萧桃的确是有奸情 然而楚楚和萧桃对小黑子早就有所方范 发现了小黑子起了疑心 于是楚楚一探究竟 看看小黑子到底知道了多少 面对楚楚 小黑子显得很慌张 更让楚楚怀疑小黑子应该是知道了点什么 就在这时 楚楚发现了小黑子用来给皇帝指认的纸张 上面清楚地写着楚楚的罪行 见此小黑子急忙下跪 你说 这是什么 显然小黑子感到了危险 便假意向楚楚投肠 表示上面的姿势哄着皇帝用眼睛说出来的 当即调转枪头指着皇帝一顿奚落 你这个废人 你还想干什么 还以为我会帮你吗 不要帮 要帮也帮娘亲了 楚楚相信了小黑子的话 想着有谁会傻到有皇帝不做 帮着这个瘫痪的皇帝 更何况留着跟他同样写的儿子 在皇帝面前得意忘形 你实在太笨了 你一辈子都这么笨哪 你当着我也没有用 当着皇帝的面 楚楚准备三日后府小黑子登基 夺取江山 可没想到就在小黑子登基当日 凌云带着万将军的人马冲了进来 阻止楚楚的阴谋 然而楚楚早已做了准备 我今天一定要将你治罪 久不见了 我今天也留意在沉岛 快你说